各位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一種立體的 這一種logo要怎麼畫出來的 好,那這種效果呢,基本上我們的觀念就是說 它一定要先從一個透明來開始進行才可以 好,我們先滑到上面來看一下 好,先放大,comment加號放大 好,首先我們先畫一個圓 好,點選橢圓形工具,按住shift鍵畫一個正圓 好,畫一個正圓,那我們先幫它填上 好,我們點到色票裡面這邊有一個黑白的漸層 好,點一下,點一下之後再點到漸層面板 漸層面板這邊呢,我們選擇的是放射狀 好,放射狀,不過呢,我要做的是 放射狀我要的是中間黑,外面白 所以我們在拉桿這邊把它的 拉桿黑白交換,我拉過來這樣子 好,變成這樣 好,變黑白交換完之後,來,繼續下一步 好,再來呢,我們要點的效果像素彩色網屏 效果,然後裡面的像素 彩色網屏,然後點進來 好,點進來之後呢,這邊 設個20,看看,調小小的 細點,要細的點 看一下缺點 好,就會像這樣 那,大你也可以,如果這個點數你可以再選 看一下,再大一點 40,看一下 好,這個就是比較大的齁 所以我們 數字越小,那個點會越小一點 好 用到30好 確定 好,這個好了之後呢,我們把它 拉下來 好,這個我們先幫它做一下,因為它現在是 後面有白色,我們必須幫它分離 好,所以首先我們先幫它做一個物件 點正化 點一下點正化 好,點正化這邊呢,我選擇 透明 好,選擇透明 好,然後再確定 好,好了之後呢,對它 再做一個 影像描圖 把它描一次 然後再加展開 好,再來右鍵 解散群組 這個目的是為了把它描成 向量物件之後呢 再幫它展開之後 它會有黑白 那我們再使用呢 魔術棒 來把白色選起來 然後按下delete刪掉 那這樣我們就留下黑色的 網點了 好,目的是為這個 好,然後把它群組起來 comment加g control加g 把它組起來 好,組起來之後呢 我們這個有了之後呢 我們先來畫個圓 好 點選一個圓 好,畫一個圓之後呢 點選橡皮擦 工具裡面的剪刀工具 快速鍵是C 點選剪刀工具 在上面的毛點 毛這邊會出一個毛 那為什麼會出一個毛 因為我們在效果這邊 更正 檢視這邊有一個 智慧型參考線 好,這個打勾之後呢 我們只要靠近我們要點的 物件就會出現毛 點一下 再到下面這個毛 點一下 好,這時候它已經切成一個半圓 好,那這個可以丟掉 刪除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只留外框點色 好,外框點色 因為我要讓它 獲得是一個白色球 外框線的色彩 將決定你的球 轉動之後 是呈現什麼色彩 好,那 這個 我們先把剛才做的網點 先點選四窗 符號面板 打開 把它拖曳到符號裡面 將它製作成為 02 我設了02 02的一個符號選項 按下確定 好,它變成02的符號 好,那現在這個先保留到旁邊 我們現在選我們剛才做的半圓的線 好,點這半圓的線呢 點它之後呢 點選效果3D回轉 好,讓它轉一圈 好,這時候我們可以勾選浴室打勾 好,可以看到球的狀態 好,這時候我們再點選對應線條圖 在符號這裡選到我們剛才做02的圖 然後再把它放大一點 Shift鍵按著 放大 好,那拉動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可以要小一點點 然後轉動 好,當然可以調大一點 看一下效果 好,它就是會一個半圓的方式 漸變過去的圓 調大一點點 好,再做一下 好,好了之後呢 按一下確定 再按一下確定 好,那就獲得像這樣的圖 那但是我們還是要把這個黑點取下來 好,所以我們再幫它做一個 擴充外觀 好,然後再按右鍵 解散群組 好 解散群組 好,再釋放剪裁這色片 好,拆開之後 我們點選魔術棒 吸黑色部分 再點選 選取工具把它抽出來 好,Compend加G 好,選起來 Compend加G 好,然後 拉過來 好,這個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幫它填上 其他的色彩 對不對 填一個色彩 漸層 或者是填一個單色系 好,點它 點面積填上來 再點一下 填色 好,填色之後我幫它做個影子 好,我們點選 填色彩 拖音型工具 滑欖化個圓 然後點選 鍵層 再點選 鍵層裡面的放射裝 好,交換一下 我們要的是 好,按一下反轉 好,這邊就有 好,交換了 好,交換之後我們再把它壓縮一下 变扁 好 那我们再把它摆上来 这样就形成一个 立体的logo 然后下面有影子 好像一个立体化效果 好 那这个部分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做成建成 这就是效果又不太一样 好 这就是 首先我们用像素的 这个网点效果完成之后 再把它贴到我们的3D 里面的回转 这个球贴进去 那你有它这个外形之后 再把它扩充外观拆出来 就可以获得像这样的图 好 以上就是3D logo的试作 那你可以试作看看 试试看吧